与配备手牌变速箱的718相较之下 拥有420PS309千瓦克 并搭载7速PDK双离合起子 手牌变速箱的718Sparker与718Payment GT 400公里加速仅需3.9秒 比起手牌款快上半秒 并且13.4秒即可由静止加速到每小时200公里 这个成绩也比手牌款缩短了0.4秒 而拥有400PS294千瓦克的718Payment GTS4.0 以及718Buckster GTS4.0的百公里加速一快了半秒 达4.0秒之谱 并以13.7秒即可达成静止至每小时200公里的加速 比手牌变速款快0.4秒 在718GTS4.0车型中 标配的Sport Chrono跑车即时套件可根据四种不同的驾驶模式 Normal Sport Sport Plus和Individual调整PDK的换挡特性 在Sport模式下 它以更快的速度进行换挡 降挡时自动补油门以力提前完成齿轮涅合 升挡过程则是延后换挡时机以力更快的加速 更为运动化的Sport Plus模式则专为实现最大性能而生 而能充分发挥六缸自然进气水平对卧引擎 此外 Sport Plus模式中也拿若Launch Control 起跑控制功能 设置于模式控制键中央的Sport Response运动旗舰按钮 可让驾驶者无论在任何驾驭模式下 都得以启动引擎和变速箱的最大性能长达20秒 这项原自赛车运动为灵感而配置的功能 得以让人在毫无阻碍的情况下完成超车 而车系旗舰的718 Spyder与718 Payman GT4 即所具备的驾驭模式拥有GT车型传统且独特的特性 那便是可以使用PDK Sport按钮对车辆进行调整 以实现最佳的性能表现 排挡感设计于911 GT3相互呼应 以强调GT车型所能提供的驾控乐趣 而PDK双离器自首排变速箱的第七档位置比设计 则是比其他718车型都来得更低 此外 搭载PDK双离器自首排变速箱C118 Spyder与718 Payman GT4的机械式后轴差速器在强化提升 使其在循积与滑差提升至30%、37%的差速器锁定比例 比而首排变速箱所搭配的机械式后轴差速器则为22%、27% 此设定有利于车辆纵向与横向的动态表现 进而提升驾驭乐趣 保时捷全新年式车型增列配备迈入2021年式的保时捷718阵容将增加一系列崭新配备 赛车座椅的扑面以高品质的RACE TEX材质取代EL PANTARA 其拥有高度透气的结构并且提供更优异的支撑性表现 此外 蟒蛇绿Python Green的特殊考7E纳入718 Payman GT4 以及718 Spyder的车色选择中 2021年式718旗舰款售价718 Payman GTS4.0 PDKNTD4 450 000元起718 Boxster GTS4.0 PDKNTD4 500 000元起718 Spyder PDKNTD4 750 700 000元起718 Payman GT4.0 PDKNTD6 990 000元起718 Kayman GT4.0 PDKNTD4 000元起718 Tudo